大家好,欢迎来到煮咖啡爱冥想 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朵罗利斯的一场精彩讲座 主题是如何通过吸引力法则和宇宙显化法则来显化未来 他分享了关于这些法则的深刻见解 并提供了一段强大的未来可视化显化冥想引导 这是一种强大的工具 我们将一同体验如何运用这些法则创造我们理想中的生活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确保观看完整视频 鼓励你点击订阅按钮 因为我相信这将是一场深刻而启发的体验 你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开始吧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进行未来进展 我们将进行一项练习 将你带入未来的几年 看看在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是否实现了你要实现的目标 无论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在寻找婚姻 还是在找工作 物质或金钱等 不管怎样 这都是最容易的事情 这是宇宙法则运作的方式 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疯狂 相信它 写下来 并在睡觉前进行这个练习 想象你想要创造的事物 将其详细呈现在脑海中 就好像它已经实现了 我要向你展示如何在你的生活中 创造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你不仅仅是一个物理身体 你有如此美妙的能力 现在是时候将所有这些带回来了 你可以拥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没有限制 除了你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限制 当你来到地球学校时 你学到的最重要的课程是 如何操纵能量 这意味着什么 创造 你必须学会创造 我们都可以做到 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拥有的力量 物质东西是最容易创造的 那是宇宙的工作 是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的宇宙的工作 你只是不相信它 你没有意识到你拥有的力量 你必须要问 但宇宙说你必须要问 宇宙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直到你问他们 这有点像你去了一个汉堡快餐店 走到柜台前 说我想要一个汉堡 好的 你没有告诉他们 你想要什么样的汉堡 上面要放什么 或者什么都不放 你只是说我想要一个汉堡 或者他们会说好的 我们会给他一个汉堡 或者宇宙会说好的 宇宙会给一个汉堡 宇宙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他们只是给你一个汉堡 你明白了吗 如果你对此含糊不清 当然你会得到含糊不清的回答 你必须对你想要的东西有明确的了解 然后他们才能给你填写订单 所以我要你做的是 想象你想要创造什么 写下来 让宇宙来完成 然后我们就坐下来看魔法发生 不用担心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发生 有些人说我必须做这个和那个 才能让它发生 不 你在限制它 你在说这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方式 你要看到它 它已经完成了 已经实现了 你在思想中看到它 它必须发生 这是宇宙的法则 你要学会运用这些宇宙法则 一切对你来说都会变得很容易 宇宙的法则是 如果你能看到它 它必须发生 所以我要你想一想 你在生活中想要什么 你可以写下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 想一想你想要什么 然后写下来 以便你要在脑海中可视化它 你能看到它 能听到它 甚至能闻到它 你在脑海中对所要创造的东西 能放入多少细节 对于宇宙来说 了解你想要什么就更容易了 在脑海中要有这个图像的细节 当它变为现实时 所有这些奇怪和奇特的事情 都会发生 看到它已经完成了 这是关键 看到它已经发生了 你生活在其中 它已经完成了 你正在生活其中 这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在脑海中能看到它 它必须发生 这就是宇宙的法则 你学会与这些宇宙法则合作 一切对你来说 都会变得非常容易 所以我要你想一想 你想要什么 但要具体 看到它 它已经完成了 已经实现了 它已经发生了 你正在生活其中 它已经完成了 好 现在我们将进行一个练习 带你走进未来 看看在那个时候 你在做什么 是否实现了 是否实现了你要实现的目标 好 你现在已经有了目标 你将有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一年 三年或五年 看看那时发生了什么 只需随心所欲 轻松愉快地看看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什么都没看到 那并不意味着你不会在这里 只是意味着你还没有准备好看到那是什么 或者可能你还不够相信 或者你还没有松弛下来 允许那些画面进入 所以我只是要你放松 闭上眼睛 想一想你想要创造什么 你在脑海中看到它 已经实现了 已经完成了 已经发生了 好 现在我们进入未来 看看结果如何 我要你看到自己 站在一个高大的大理石台阶的底部 大大的大理石台阶 你朝着顶层走去 沿着大大的大理石台阶 走到顶部的平台上 在台阶的顶部 有三扇门 门上有数字 在你的左边的那扇门上 有一个数字一 这意味着一年后 正前方的那扇门上 有一个数字三 意味着三年后 右边的那扇门上 有一个数字五 意味着五年后 选择你想打开的门 打开那扇门 你会看到面前有浓雾 我要你穿过那雾 当你穿过雾的时候 它会开始消散 直到你能够走出雾的另一边 环顾四周 看看你在那个时候是在哪里 这将是你选择的未来时光中的环境 你在哪里 这是什么样子的 相信它 看到它的细节 现在看到你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 你的工作是什么 看到你正在做什么 现在切换场景 看看你住在哪里 你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你住在哪里 在脑海中看到它的细节 在脑海中看到它的细节 有人和你住在一起吗 如果有的话 看到他们 你会认出他们吗 现在离开那个场景 我们将前进到这个未来时光中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一个发生了你认为重要的事情的日子 我们到了 现在发生了什么 你看到什么 好 现在我们可以离开那个场景 将你的注意力带回到这个房间 记住你所看到的 这样你就可以写下来 回到此刻你在的房间 回到这个身体 你意识到周围有其他人坐在你周围 你开始清醒过来 你可以睁开你的眼睛 记住你所看到的 这是我希望你写下来的事情 你是否看到了一些你没有预料到的东西 你是否看到了自己在不同类型的工作中 住在不同类型的房子里 想一想你所看到的 然后写下来 因为请记住 如果你能像这样进行视觉化 它必须会发生 这就是宇宙法则的简单之处 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疯狂 相信它 写下来 当你可以的时候多进行这个练习 当你去睡觉时 想一想你想要创造的东西 看到它已经完成了 已经实现了 好 这就是朵罗利斯的精彩讲座 如果你对显化和冥想感兴趣 别忘了点击订阅 愿你们的未来充满梦想和显化的力量 期待我们下次一起探索更多的心灵奥秘 爱出者爱返 福王者福来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